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在这儿跟朋友们见面了 今天是2019年的1月10号 那么今天想跟朋友们谈一谈 最近向松座先生在演讲中所提到的 2018年中国GDP增长只有1.67% 甚至是负数的这个件事情 可能看过向先生的演讲 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这是根据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 一个经济小组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 做了两次测算 一个是得出了只有1.67%的结果 另一个是负数的结果 我想彭明应该知道 在目前中国这种越是小组 越是在权力金字塔最顶层的这样一个政治状况下 我想这个小组得出来的结论不容小事 对吧 这个习总书记就兼任了好几个小组长 那谁知道这个结论是不是也从他所兼任的某一个小组里得出来的呢 而且这个数字和国家统计局所公开所说的 去年这个GDP增长6.5%的这个数字相差太远了 所以我们宁可相信这个向先生所说的这个结果 也绝不相信一直靠造假支撑的所谓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字 而且在向先生的演讲当中 他还谈到了中国很多民营企业 去年是迅速的成片的倒下 就连这个国有企业像渤海钢铁 原来所说的世界500强也倒了 而且负债超过1920个亿 就说呢这还是官方的说法 实际的状况是2800多个亿 那么而且中国随着这个经济遭受重创 地方的负债余额 官方说是17.8万亿 但是据这个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赫根的说法 说远超40万亿 那这个跟国家审计数的17.8万亿的说法 又差着那么多 所以说我们应该相信谁 我想大家应该心里有个数了 另外事实上中共这种GDP的造假 是伴随着中共一出生就有的 并不是说现在才有 只不过是随着这个中国经济发展 这个增长期进入尾声 或者说这种人力红利的丧失 加上贸易摩擦 让中国这个经济泡沫现在要破灭了 所以这些数字才都纷纷的浮出水面 让大家知道 其实中共的造假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它一直扔就开始 由来已久了 一直伴随到我们身边 只是我们浑然不觉而已 事实上我们从很早的时候 就从80年代吧 我们去想一想 中共从改革开放以后 一直向对农民这个人均收入 这一项所做的上报 就是完全是编出来的 是造假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跟中共的一些小干部们交流的时候 我说老百姓的收入 连几百块钱都还不是纯收入 你们却上报说老百姓纯收入几千块钱 然后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哎呀 你说你不知道 我们这个数字上报 我们根本说了不算 我们往上报是 是乡里让我们报多少 我们就都报多少 我们报少了 他就发回来重报 那么先人你要乡里报多少 乡里也得这样去报 报少了又发回了重报 没用的 所以说一级一级都是 按照上级所要求的数字报上去的 所以国家最后得出的一个统计结果 根本就是一个假的 就根本不是说根据中国老百姓实际的收入 做出的统计 所以所谓的统计局 那只是个骗局 所以一直以来 这样一个数字就是这么产生的 那这还仅仅是农业 当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超过一半的人口都是农民 对吧 这个数字造假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 很多这个所谓的国有企业 实际上都是僵尸企业呀 都是靠着 从国有银行贷款来维持 不叫生计就生命吧 其实连生命也没有了 就是在那一种僵尸状态 只不过是还没倒闭 那只要每年国家要把财政拿来的钱 投入到这样的僵尸企业的具体数字 恐怕除了中共没有外人知道 这一点当初财经在穷顶之下的时候 曾经稍有提及 但是没有太深入 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 其实很多国有企业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然后还有就是个体的小民营企业 以及小商户 我记得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 跟这小商户打过很多交道 跟民营企业打过很多交道 实际上中国的这些税务部门 根本不管他们年中到底赚了多少钱 中共就是要他们交出税的时候 就是他们想要多少就要多少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他想要的数字 你如果不满足 那他就带着一大批人到你家里来直接抢 你根本没办法讲道理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当时有个小商户 这个在年初的时候 税务局来到他的店里 给他做了这个税收核定书 说你这个大概的收入 因为原来都一直这样做 那么今年也应该是在多少范围内 那所以呢你你今年需要交多少税 你如果一次性交清呢 可能还会稍微的便宜点 所以这个商户就一次性的交清了全年的这个税 而且跟税务部门要了税收的这个核定书 而且交完以后 他还挺仔细的 不像很多商户交了就交了 两个收就都不要 他说那我要要一个完税发票 那这个税务部门也都给他出了 可是到了年底 由于这个经济不景气 税收不足 然后他们就来要求 每一个商户都要补交税 都要根据他们的这个数字来交 说多少是多少 你就得交多少 那这个人就说 你已经给我核定了 我今年的交税额 我已经交了 而且我有完税发票 然后这一次就没有结果 然后下一次再来 就说是吗 我给你核定了吗 你拿来完税发票和这个税收 这个核定书我看一下 然后这个老头说 我不知道他们放在哪里 那是我孩子放的 然后这税务部门就说 我知道他放在哪 就在那抽屉里 然后就跑过去把抽屉拉开 把这东西拿走 拿走以后 然后就开一个税单 说你需要补交多少多少税 那就是这样一群流氓 你税收核定书 这个完税发票 全部给你抢走 然后再让你交税 你不交不交就抢 然后后来就出现了 拿着摄像机 带着一大批人到他店里 疯狂的搬东西 打人 最后这个人 这个店主也非常有骨气 就给他们打官司 结果呢 法院和税务部门 相互勾结 最后就是说 不管事实是怎么样 就是做出一个 不利于这个当事人的判决 上诉上诉也是这样 这就应了老百姓那句话 3823不信再算算 再算算还是23 所以中国这种 中共这种造假的状况 实际上是由来已久 伴随着中共产生就产生了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今天向中作先生 又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让大家重新看到了 这个巨大的经济泡沫所在 马上就破了 这个泡沫一旦破了 则能受到的影响 可就不仅仅是 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领域 恐怕跟大家的实际生活 都会息息相关 所以向中作先生最后总结说 导致这一切经济 遭受重创下行的根源 是中国政府不讲信用 而且说是最不讲信用的 在中国就是中国的政府 其实我觉得 也有点打错了对象 因为中国政府只是一个傀儡 只是中共绑架挟持之下的一个工具 他所做的一切 无一不是按照中共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真正导致中国这些 埋下这么多货根的根源 就是中共政权 中共专制制度 中共这个独裁党所导致的 所以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 我觉得中国的不仅是经济问题 很多问题都解决 所以向先生也提出了 中国要想从根本上解决 这些问题而不是 治标不治本的话 那就要实行三改 一个就是税改 一个是政改 一个是国改 所以看到这些 我觉得中国如果专制制度不倒 中国的未来是看不到希望 而且像先生说 这个中国的经济将长期陷入 艰难的困境之中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谈这些呢 就是想说中国的很多问题 根源就在于中共独裁 专制制度 那么我们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也要从根本上去改变 这种独裁专制制度 才有可能让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好 非常高兴今天跟朋友们谈论多 请朋友们跟随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陈光诚 好的 陈光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祝大家健康愉快 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Bye